说于华是文学界最有名的段子手 没人反对吧 被问给自己的活着打几分 我们假设十分是满分 那你会为活着这本书打几分 九点四分吧 九点四 剩下的零点六去哪里了 因为现在零点六七分的那个多半 他们打了九点四 所以我也给他打九点四 祖曹某文会员让人笑不黄了 这是超级压力的 每个月都不看 每个月都不看 我就是活着几点一 在手机上看 机器是很高 但是手机差很小 当被问到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他的回答太秀了 确实是非常不喜欢那个牙医这份工作 当时就是在县文化馆工作那帮人 整天在大街上游 所以我就很想调到文化馆去工作 因为那个地方可以不上班 不工作自由自在 那怎么办呢 写小说吧 谁就开始写小说 小说发表了 很顺利 要到文化馆去工作 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 我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 反正那些人弄在大街上 结果发现我是第一个到的 我就知道那个单位来对了 干嘛不去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穷人 做一个那么辛苦的穷人 所以我要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穷人 还玩起了自己活着的梗 当一些人来批评我的时候 有人为我辩父 说那么大年纪了 还得继续写就不错的 还有图子说天哪 他还在啊 我以为他不在了 我以为他不在了 有话一个被写作耽误的脱口秀达人 误会 脱口秀节目让我去做评委 我给他们回了四个字 找错人了 错人了 现在还认为自己走在中国文学前列吗 我心里面还是把我自己放在前列 但是别人是不是承认 让我无所谓 反正已经有些人认为我不在了 原来作品语言简洁精炼是这么来的 因为我认识的汉字虽然不多 但是我就认为写小说已经够了 为什么后来的评论家们都赞扬我的语言简洁 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活躲的废话文化鼻祖 在您看来 一位中国作家和一位法国作家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最大区别就是法国作家用法语写作 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 对您来说法国意味着什么 法国 对我说法国就是意味着法国 法国就是意味着法国 谈到鲁迅更是职言不惠 我从小学到中学全是读鲁迅的 他不是一个属于孩子们的作家 所以那个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 被问自己小说不滥为原因 把懂的心都整向了 小时候我干了太多坏事 我父亲有时候要惩罚我 然后就装病 然后我就说我肚子疼 上了手术台以后我才意识到出问题 他们已经把我的手脚给绑住 我的蓝尾割掉了 我父亲的蓝尾也是割掉的 我妈也被割掉的 你哥哥的蓝尾被切掉了吗 也割掉了 我们家已经没蓝尾了 对于取得今日的成就 他是这样说的 我说你到底活在百岁多少 但是我靠活在活在 因为前不久有一个中学老师告诉我 90年代上中学的时候 他的语文老师要他读 他在当中学语文老师的时候 他要让他们的学生读 然后他告诉我 现在要求学生读活着的语文老师 已经进入第三代了 感谢语文老师 伟大的语文老师